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 出身幽默的好姐妹夏孟谦和方慧如一起考进了同一所医科大学 入学第一天 两人很不幸的被分配到传说中闹过鬼 并且还死过人的415宿舍 与他们一同入住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 汪子乔和何秋兰 孟谦银长得美艳动人气质高雅 很快就和全校公认的第一美男高木男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对惹人羡慕的结合 很快就遭到了第三者的插足 在学校标本室上课时 孟谦无意间发现高木男案地里和自己的舍友何秋兰貌似好伤了 心慌意乱的孟谦把笔记本落在了地上 到了晚上孟谦一个人到标本室想找回笔记本 竟然意外撞见秋兰与一名男子正在做男女之事 孟谦有些不知所措 事后秋兰找到孟谦 请求她不要把今晚的事说出去 可是第二天秋兰就跳楼自杀了 通过调查 自杀的原因是有人取报秋兰与男同学有不正当的关系而被勒令开除 种种即将表明孟谦就是那个取报人 但孟谦认为是有人要陷害她 在接下来的日子孟谦并不好过 经常受到其他女生的排挤 有一次还差点被吊灯砸死 孟谦开始怀疑那晚和秋兰发生关系的那名男同学就是高木男 他为了灭口想把自己也杀掉 孟谦开始暗中展开调查 但令人意外的是 学校又发生了命案 他的室友汪子乔竟然被吊死在一棵树上 孟谦觉得蹊跷 内心越来越不安 晚上孟谦与慧如联手社局想把凶手引出来 可没想到却被自己的老师迷晕 忙在铁板上并且想对他进行活体解剖 原来那天晚上与秋兰发生关系的 正是平日和蔼可亲的白老师 正当白老师正要下手时 危急关头高木男及时赶到 救出了孟谦 白老师也自食恶果 被电死在实验室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高木男在吃饭时故意透露 学校准备第二天对汪子乔进行验尸 当晚就有人来停尸房毁尸秘迹 高木男早有所料 将这个人抓了起来 没想到被抓住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好同学邹志勇 木男从邹志勇口中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孟谦的好姐妹慧如干的 慧如因为从小就嫉妒孟谦 上了大学后 孟谦又抢走了他暗恋的学长 高木男 因爱生恨 于是设下布局陷害孟谦 而汪子乔被杀是因为他无意间 发现了慧如的作案动机 同时慧如用身体作为交换条件 让邹志勇对子乔毁尸秘迹 真相大白后 慧如将孟谦绑在废墟的教室内 准备活活烧死他 关键时刻 高木男又一次及时赶到救下了孟谦 慧如最终精神崩溃 纵身火海自尽 电影抓住了弱胜女性心灵扭曲的特点 营造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 那种与生俱来的嫉妒心理 隐藏在一副好姐妹的身心里 其真实想法却能吓得你一身冷汗